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乔毅教牌教学系列 我是讲师怀仁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列容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 本集的主题是 两巫王开教练习上集 有关课程的讲义 也就是制度手册 都可以在说明栏下载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进入教牌练习室后 同样打开Diosource 设定要练习的排行 这里必须要设定由北加开教 北加持有的点力为20到21点 也就是两巫王开教的力量 排行部分和一巫王完全相同 高花2到4张 低花2到5张 接下来按一下加号 加入第二条限制 也就是设定男家的排行 这里就不多做设定 只设定男家为4个大牌练以上 减少必须要派思的机会 那关掉这个排行设定之后 就可以开始练习哦 首先是第一排 在同伴开教两巫王之后 稍微评估一下手上合约可能的走向 这里持有两门高花55的四个点两张queen 基本上我会认为排行还不错 我会想要朝四高花的合约前进 因为高花一局成约几率还是会有比较多的成约几率 那这里的话呢有两个路线 一个是转换红星之后叫出黑桃 表达出红星的红星带黑桃的五四 那另一种是转换黑桃 但是转换黑桃之后就叫不出黑桃带红星的五四了 这是我们目前两巫王系统的问题 这里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先转换红星再叫出四张以上黑桃 来表示红星带黑桃的五四 因此先使用三方块转换叫 同伴会回答三红星 此时再叫三黑桃 同伴这时候会打叫四梅花 四梅花在这里的定义是持有一手高线牌 而且配合红星 那我们因为只想打一局 直接速叫四红星就可以了 如果叫其他教品的话 应该就是想要朝满贯前进了 我们稍微看一下两手牌 北加这手牌以配合来说的话 仅持有两张黑桃跟三张红星 如果你要当作是低线也可以啦 不过我会当高线 原因是因为手上持有四张A一张King 基本上每一张都可以 几乎都可以当作照章 在地化方面持有的AKing 简直不会太多 大部分情况下都还是可以当同伴的照章 如果是持有Queen Go组成 可能就要稍微简直了 因为同伴很有可能持有低花的短门 同伴已经表达出两门高花五四 在低花上面很有可能是比较短的 如果是持有Queen Go的话 我会当作是比较低线的牌 这牌的结果主打上是比较复杂 我一时间也看不出如何主打 可能要稍微想一下怎么去主打 不过用机器人分析的结果 这一排四红星跟三五王都是会成约的 因此不论你是转换黑桃之后叫三五王 最后主打到三五王合约 或使用这样的教牌叫到四红星合约 都是会成约的 在成局的要求我们通常会比较低 因为有很多机会可以尝试 大家教牌可以稍微积极一点 成约机率也不用太高 就可以叫到一个合理的成局了 接下来是第二排 同伴开轿两五王之后 同样评估一下手上的牌值 跟合约可能的走向 这里持有八个大牌点 五三三二的牌型 基本上八点加上同伴的 二十一点仅有二十九点 平均牌型也不太可能有满贯 因此这里要考虑的合约是 同伴可能是五张高花开轿的 五三三二 因此有可能是四红星 或是四红星岛的合约 或者是三五王的合约 这里需要使用三梅花 傀儡十滴曼 询问同伴是否持有五张高花 同伴会回答三方块 表示持有至少一门四张高花 但我们对同伴的高花 并没有任何兴趣 同伴为持有五张高花下 唯一合理的合约就是三五王 因此会用三五王做塑教 就达到这个三五王的合约了 接下来是第三排 在同伴开轿两五王之后 评估一下手上的合约走向和排值 这里的话持有五张黑桃的 五三三二五个点 五个点加二十一个点仅有二十六点 平均排行是不可能有满贯的 因此我们只需要考虑 合约可能的走向 这里可能的合约有 五三黑桃配合的四黑桃 以及三五王合约两种选择 因此只要简单转换 简单使用三红星转换三黑桃 再告诉同伴是持有五张黑桃的选局 那同伴就会根据他在黑桃上的配合状况 来决定比较适合的合约 此处同伴持有三张黑桃 因此最后会选择四黑桃合约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合约了 再来是第四排 在同伴看掉两无王之后 评估一下手上的牌值 以及合约可能的走向 这里持有四四三二的平均排 五个点 基本上是要打一局的 这里可能的一局是四红星的一局 或是三无王的一局两种可能 因此我们需要使用三梅花傀儡史蒂曼 来核对是否有四四红星配合的四红星一局 同伴此次回答三方块 表示持有至少一门高花四张 那我们这边要叫另外一门高花 叫三黑桃表示持有四张红星 这是为了让同伴可以当红星的庄 同伴回答四红星 表示持有四张红星的低线牌 如果同伴此处持有红星的高线的话 可以叫四眉花或四方块视角 因为同伴不可能在视线上 主动建议一门低花王牌 因此必须是配合红星 这一手牌北加持有二十个点 排型是四三三三 我认为是属于低线啦 因为排型上不太好 虽然是以Aking为主的组成 但我会当作低线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呢 接下来是第五牌 同伴开销两无王之后 评估一下手上的牌值和合约可能的走向 这里持有十个点 五张红星四张方块的五四三一 十个点加上同伴的二十一个点 最高可以达到三十一个点 三十一点有短门 是非常有机会有满贯的 基本上大概二十八点带一个短门 就可以朝满贯做尝试了 但是在两无王后续 我们比较难表达出短门 在轎牌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我们来试教看看好了 这里无论如何都会先使用 三方块转换轎 请同伴转换红星 接着再教出四方块 表示是五张红星带四张方块的满贯试探 因为这里的满贯可能的合约 除了六红星之外也有可能是六方块 同伴这里叫四红星 表达是最低线的牌 那我们先来看两手牌 这里北加的牌我会认为是最低线 那同时要考虑一下男嘉在轎牌默契上的约定 如果男嘉持有五四二二的平均牌 这里会拉四方块吗 还是会去拉四无王 做计量邀请之后在五线上再去核对方块的配合呢 这边就是一个同伴间的约定了 我会认为男嘉这里拉四方块很有可能是持有五四三一的牌 也就是他的梅花或者是黑桃其中一本是短门 那如果黑桃是短门 这手牌就浪费了两张照章 很明显是非常低线的牌 如果是梅花短门也有浪费一组Queen Go 因此我会认为北嘉的牌无论是对上男嘉的黑桃短门或是梅花短门都不是好消息 我会表达是最低线 再来就是男嘉的部分 男嘉的牌其实非常有可能有满贯的 在这里的话因为两手加起来最高的31点 就算同伴有些许浪费一点力量还是有可能有满贯 因此就算北嘉表达是低线的四红星 男嘉还是可以考虑继续前进的 这里买一个六红星我认为也不会太过分 实际上的牌型来看的话 这个六线会掉一个红星A 必须要依靠梅花的偷牌 也就是反向偷牌去王室偷牌这张King 才可以利用梅花垫掉手上的方块施凳 来完成这个六红星的合约 那这边的话就有一些轿牌来讨论了 比如说男嘉这边叫四黑桃或者是五梅花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单纯的试教吗 还是五四三一的短门呢 我认为这边可以约得细一点 很有可能可以约定类似五四三一的短门 那在这里如果男嘉持有五四二的牌型 就必须使用四王叫出来了 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状况 这边的话可能就要和同伴实际讨论 这里如果能叫出梅花短门或是黑桃短门那就太好了 这样北嘉可以再进一步去判断他的牌值 但就男嘉的牌来说的话 就算北嘉有些许浪费力量 满贯还是有个百分之五十 有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是认为还是可以做尝试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练习 两无望开轿的后续轿牌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